莫站起身来狂笑道 好 说得好 他竖起大拇指 宁笑道 身为妖族之人 就是要有这份勇气和胆识 现在我便以妖族族人的身份 向你挑战上一代的妖皇大人 上一代 慌怒结返笑道 无知狂妄 李云霄 这是我们妖族内部之争 还望诸位 不要插手 这是他此刻最为忌惮的 李云霄这些人不知适合来历 未免太过可怕了 艾急忙出脸 站在两人中央伸出伤手阻拦道 两位千万别动手 他满脸焦急之色 目光在两人身上打转 最终望向李云霄满是恳求的样子 李云霄淡淡一笑 莫 我们此来并非是为了让你争夺妖皇之位 休要胡闹 莫哼了一声 虽然不满李云霄的话 但也并没有忤逆 转身就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淡淡地说道 既然云少开了口 我自然是要给面子的 你这个妖皇之位 就让你再多当几天吧 慌和爱皆是心中震惊 有些狐疑不定地互忘了一眼 妖族向来性子暴裂 很难有人可以降服他们 更别提莫这样的虚极神经强者了 几乎是不可能有谁可以束缚的 却想不到如此听李云霄的话 慌哼道 狂妄 本皇就在这妖皇的宝座上 随时等你来战 他身上的气势散发出来 的确有种辟逆天下的霸主风范 爱的心中暗叹 一山不能容二虎 看来妖族的风波还远未结束 千万不要再来一次武侠山那样的风暴 否则的话 整个族群就真的陷入万劫不复了 他满脸的忧心忡忡 站在一旁不再说话 慌 微风凛凛的走上那王座 冷傲的挟视了李云霄一眼 哼道 李云霄 你竟然还敢来星月幻境 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吧 李云霄淡淡一笑 姚黄大人 真爱开玩笑 若非有重要之事 我又岂敢来打搅 刚才已经和爱先生粗略的说了一下 他当即将归虚之事再仔细说了一遍 慌一直静静的听着 没有打断一下 只是眉头不时地皱了起来 最为奇特和神秘的意志 我也只是与他缔结了宿主关系 可以在一定时间借用他部分力量罢了 哪里知道归虚他到底要做什么 他冷冷地看了李云霄一眼 你们这么多强者 难道还怕那归虚 李云霄神色有些难看 摇头道 归虚到底有多强 谁也不知道 但我只知道 每次被他联系上 我都能感觉到他的力量在不断恢复 现在至少也是虚极 甚至更高的存在 更高 慌吃了一惊 骇然道 难不成 还会是造化镜 别说笑话了 这片天空下 怎么可能会有造化镜的存在 井底之蛙 莫冷嘲热讽起来 吃笑道 井蛙不可欲于海 有你这样粗笔简陋之人当妖皇 难怪妖族日渐示威越来越差 你说什么 慌暴怒地站了起来 大声喝道 你现在就想死是吗 那杀器犹如实质 如一柄柄的尖刀射了出去 空气都被划出裂痕 莫自然不惧 吃笑道 这片天空下没有造化镜 抱歉 数日之前 我们还在海之森林 跟造化镜大战了一场 而且还不止一位呢 什么 这下不仅是慌 就连爱也是大为震害 他们原本以为 漠视无理取闹 故意讥讽 但看着李云霄等人 都是点头作证 这才震惊地无以复加 爱忍不住说道 莫大人 云绍 你们真的遇见了造化镜 而且还不止一位 李云霄道 你看我们这些人实力如何 都差点栽在海之森林回不来了 你觉得呢 爱与荒互相望了一眼 都是流露出难以掩饰的震害 几位造化镜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荒惊骇地问道 相比闺须之事 他似乎对这个更为有兴趣了 李云霄道 此事一言难尽 但绝无虚言便是 荒大人也无需惊慌 那些强者与妖族之间并无恩怨 绝不会来行悦幻境的 荒沉默了起来 要说内心没有惊慌是不可能的 就好像一个将军 原以为自己有百万军队天下第一 谁知道突然冒出几个人来 都是千万军队 李云霄道 大人还是先考虑一下归须的事吧 荒 梦云霄道 只能是兵来降党 水来土掩了 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 那归须到底想做什么 我也不知 若是普通要求的话 应了他也无妨 但如果太过分 我妖族也不是好者的 李云霄点了点头 说得极是 但大人觉得可能会是普通要求吗 别把我想的这么坏呀 我的要求其实很普通的 突然一道女子的声音 悄无声息地传入众人耳中 所有人皆是脸色大变 以他们的实力 竟然没有察觉有人 荒和爱都是眼中满是震惊 更加相信了李云霄等人之前所言 鬼虚 李云霄震怒地大喝一声 静气难以自持地 在大殿内就炸开 当先就飞了出去 其余之人立即尾随其后 在大殿上方 万里长空之下 两道身影截然而立 荒和爱都是心中震撼 整个幻境不仅是独立空间 更有极强的结界防御 若非妖族打开静置 想要强行进入的话 必然会引得动荡 可幻境内却一直是风平浪静 没有丝毫波荡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荒震怒道 他身为万腰之皇 这个时候无论如何 也得站出来了 这一下怒吓 才引得幻境内妖族骚动 不少强者也才发现 宁可月和天丝的身影 纷纷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 将这两人围住 李云霄的目光始终盯着两人 一动不动 就像是亿万年来的化石 那种仇恨刻骨铭心 令人痛彻心扉 天丝痴笑道 难道我们悄无声息的 近来不好吗 莫非要大杀一通 将这些喽啰全部干掉 你才满意 你 慌大怒 但想到李云霄对此二人的忌惮 也就不敢造次 只得恨恨地说道 若是两位进来的时候通报一声 我会更满意的 李云霄转过头来 妖黄大人 让这些妖族步众下去吧 否则也只是平白送死而已 爱脸色微变 感激地点了点头 便下令道 所有人立即退出千里范围 这方圆千里内 不管发生任何事 任何人都不得入内 这一命令下来 所有妖族之人皆是大惊和哗然 知道必然有大事发生 妖族多勇武之人 皆是满脸怒涩 不肯离开 慌 陈生说道 爱先生之令 就是我的命令 所有不尊者皆是抗令 杀全族 什么 各种震惊和抽冷气的声音 四下响起 违抗妖皇之令 是死罪 但也不用杀全族 诛杀全族 乃是最为严酷的刑罚 除非是全族造反这种大罪 否则 即便再如何忤逆 也不可能诛杀全族的 这一下 众人更加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但既然妖皇下了命令 就没有人敢抗拒 都是急忙往千里外撤去 并且一路通知 沿途的妖族 这个妖皇还真不错呀 还知道爱惜自己的不足 天思放声笑了起来 眼里满是肆无忌惮和乐趣 李云霄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看得他有些不自在 这才不屑地梦哼了一声 停止了大笑 李云霄将目光转向宁可悦 强忍着内心的情绪 咬牙道 归虚将宁可悦放了 放 宁可悦眼中露出哑然和吃笑 云上 我便是宁可悦呀 何来放的说法 李云霄脸孔抽搐了一下 寒声说道 你就告诉我要如何才能放了他 宁可悦昂起头来 满脸的鄙夷之色 吃笑道 李云霄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我本身就是宁可悦 亦是归虚 并不是归虚占据了宁可悦的身躯 而是他们融合了 融合 李云霄心中一颤 这是什么意思 宁可悦淡然地说道 便是你眼前的我并非宁可悦 也并非归虚 而是他们的结合体 亦或者说同时是两人 我现在所要做的就是 既是宁可悦的意志 也是归虚的意志 不 不可能 李云霄怒吼道 你想骗我 可悦 绝不会心甘情愿地 跟你们在一起的 宁可悦 平静地望着她 突然一笑 你就这样肯定 你真觉得自己 这般了解她吗 你潜意识当中的宁可悦 只不过是你内心 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 那你觉得她应该如何 才是原本真正的她呢 李云霄一愣 这个问题直接把她问住了 不由地沉思起来 谢谢